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帶大家去逛青山福地 我的前往方法就在屯門站坐的士 來到達峰倉前面的樓市宗池 前面綠色貨櫃的位置有洗手間 我們可以先去一去 開張地圖和大家講解一下 前往方法就可以坐巴士來到龍谷灘總站 之後你可以走1.4公里 大約17分鐘左右來到達峰倉 我選擇坐的士來到達峰倉起步 在屯門坐過來大約90元左右 今天的景點就會有很多 全場就8.4公里 連休息和拍照就5.5小時 難度就4.5顆星 主要是浮沙碎石 在這裡畫了一段路線給大家看 點對點所需要的時間 但我就大約列出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開完洗手間繼續往前走 有條樓梯就是登山口的位置 上了樓梯之後先轉左邊 沿途都有明顯的路線 還有有很多絲帶做記憶 行這個青山福地大部分都是浮沙碎石路 所以一對爪地的鞋是很重要的 上面就是十字星室 我們從樓市中池走到這裡 用了20分鐘 今天都很旺場 眼前這塊就是豬仔石 而豬仔石下面就是十字星室 我們現在在豬的肚腩走到十字星室裡面 嘩!他這麼肯爬上去 腳慢慢地大 嘩!什麼事啊! 要拍嗎? 想拍就要差不多準備了 因為後面開始有印 阿妹這次冷靜走到這麼前 其實打卡是不用去到這麼前 反而走到這麼前 就有一定的危險性了 進…進回來 阿妹這次都爬底 要人幫忙 在前面放一放著她 才夠膽走進來 嘩!這個真的很危險 你有沒有印象 嘩! 咦!不用了!我碰到了 嘩!不用了!我碰到了 你可以走了 好可怕的!我碰到了 你不會出去了 你去哪個? 去哪個 真的好嗎?不是說笑 對 好,可以走了 真的不是說笑 真的要叫大家不要 嘩!好危險 怎麼可以這麼新的 怎麼拍到? 要拍到嗎?要拍到嗎? 要拍到嗎? 兩個阿妹都拍不到最佳的角度 那現在還是等其他生友去表演一下 嘩!她撐到的! 真的! 真的厲害 好!現在到2號選手來挑戰 嘩!這個抹得超長 排隊連打卡拍照 在這個十字星室留了半小時 嘩!相比落 趁沒有人 來來來拍幾張 豬仔石就走了 好可怕 北京北角已經走到這麼高 其實我們一路都差不多沿著電塔走上來 走這個青山福地 就最好上網查一下這個青山練靶場 今天有沒有練習 基本上星期六日就不會有練習 所以支旗就未必一定適合 如果你平日來 就最好上Google Map 搜尋青山練靶場 看看資料 有沒有射擊練習 前面這塊泥好似野樓的女王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相似 看到這個景很美 叫阿妹坐下來給她拍照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玩她 坐到屁股骯髒了 總之帶一塊紙皮給你玩 師傅說看這裡 可以的話坐下半格 拍完之後我們繼續上路 大約走了25分鐘 我們就從十字星室 走到上來這個香花爐頂 這裡就沒有什麼特別 我們就不停留在這裡 我們準備去下面的三顆石頭 才拍照 我正在拍這邊的手很容易 好帥喔 這條片剛剛兩邊一起同一時間 回合 快 繼續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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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後我們就在這三粒大石的右邊 有一條路可以再通往我們去方包石的位置 走這個青山福地接近八成的路都是這些浮沙水石 如果你沒有一雙好的鞋子就好像現在這樣扇低了 手套都很重要扇低了都沒有那麼傷 至於行山掌合不合用就看個人 好害怕啊 哈哈哈哈 旁邊就是原來,MC還在這裡飛來飛去 只要這個浴缸來三粒鑽石 走到大冷溪這個位置 在前面越跨越小小石間就可以來到方包石 是沒有那麼傷的 喂好,這樣吧 你摸了熱沙 來吧,來吧 交換 中間那塊是最有趣的 喂,小哥 是要你展示秘密的時候 我來看看 你休了休憩,我什麼事呢 很明顯方包石阿妹又輸了給這班山友 當然是有蛋有火腿 先夾起來才像方包石 跟大家澄清一下 這四間我們不認識的 只不過一開始走的時候 我們差不多跟著步伐 拍攝完荒包石 我們沿路返回 剛才江哥下來溪間的位置 但就接上去另一個方向 打開離線地圖 跟著施帶走 應該都不算太難 上到山腰 看回剛才我們之前走過的路 在青山福地 周圍的地形都差不多一樣 如果沒有地圖 真的很容易迷路 下面有一堆草 拍照挺漂亮 再攀上去 這裏就是青蟲紅角 是我今天最想來的地方之一 今天雖然陰天 但看過對面的青蟲紅角 都一樣是很漂亮 在這裏的路 其實段段都很難走 下面這一堆好像蔥的物體 不知道其實是什麼 知道朋友麻煩告訴我 知道朋友麻煩告訴我 拍攝完之後 我們繼續再上去 上面就是青蟲紅角 月牙谷和青蟲紅角 均為塔坊及風化天然所形成的峽谷 外貌和大家熟悉的梁田坳大峽谷 十分相似 但這裏的落差更加大 所以氣勢更加宏偉 青蟲紅角這個名字 一點都沒有改錯 紅色的泥土 配著碧綠的青蟲 青蟲對照 層次分明 確是難得的奇景 最近在這裏的青蟲紅角 下一個集合我們去月牙谷 因為相對比較難找到 一定要詳細地看著地圖 最初都以為這個是 但原來要退後向下走下去才能找到 終於來到這個月牙谷 月牙谷是天然的沖溝 由於外貌似新月形 所以叫做月牙谷 沿著峽谷的頂部向左手邊慢慢走下去 走到接近谷底有很多角度可以讓你拍上去 在這裏就更加宏偉 現在走到對面的山脊 拍到月牙谷給大家看 快點買了Hookker 剛剛才叫我朋友買鞋 剛剛又滑下了 哈哈 來到這個五道水 大安止意 看到絲帶就不斷走 就沒有看地圖 誰知道就出事了 原來不是我們去梁田亞的方向 所以又要下去 玩這個青山福地 一定要長期看著離線地圖 很容易就偏離了路線 從五道水走去梁田亞都需要一小時 上去這裏又見到一大片這些植物 知道的朋友就告訴我這些是什麼 前面就到梁田亞 好,在這裏走下去十三分鐘左右就可以 可以 在這裏走下去 在這裏走下去 在這裏走到梁田亞 這裏走下去 趁機的車 真的挺逼真 要是場景相似的 就更好 影片到這裏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按個讚和按下小鈴鐺 訂閱我的頻道吧 拜拜